大國旁木郵輪 原本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要來扣關臺灣市場 但是因為臺灣的邊境沒有開放 因此放棄 不過現在因為他們看好疫情後的 亞洲市場 所以業者又宣布 明年三月確定會來臺 即將推出從基隆港出發 前往沖繩的十一天頂級行程 一個人要價是二十六點五萬元起跳 不過因為觀光局到目前還禁止 組團出遊 所以業者只有使用基加船位的方式 來銷售 也吸引了不少民眾搶訂 以基地探險旅遊著名的 法國旁路郵輪集團 旗下的日立號 明年三月將首度靠港基隆 推出從臺灣出發的基加船 十一天十夜行程 預計明年三月二十四號 從基隆港出發 帶領旅客前往沖繩探索各小島 在航行道大阪搭機回臺 主攻頂級市場 單人售價從二十六萬五千元起跳 游輪上的餐食都是米其林等級外 防疫也是高規格 銀光光局目前禁止組團 旅行業者現在是以基加船位模式銷售 業者說疫情以來旅客已經悶壞 再加上這次推出的郵輪行程 主打探訪秘境小島 戶外探索慢活步調 旅遊業者觀察 疫情之後 高單價或是長城旅遊的商品 都很受歡迎 就是歐洲或是一些長線的地方 它的開放的腳步 其實比什麼 比東北亞 東南亞 也許差不多還要 搞不好還超前 這些詢問度 包括短線 包括長線 其實都有客人在做規劃 疫情之前 我國每年約有六百艘次的國際 郵輪靠港 帶來每年一百萬人次的旅客 但是因為郵輪行程 必須提前半年預定 業者也呼籲政府可以預告開放的時程 記者需要強強微台報導